誰在我 你全盛時 靜靜的親親我 主打歌有《愛不原》 有《月半彎》 有《第四晚心情》 這些我覺得不用我推介 因為大家可能看MV 或者看廣告都會知道 但是我自己覺得 想推介的 特別要推介的 其實有 嘩 我說完剩下的七首 其實有《愛是全奉獻》 《如果這事情》 還有《傻癡癡》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黎明 所以她的歌 我是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情 在New York Studio 也用同步錄音的方法 其實這件事是越做越好玩 因為大家 音樂者之間已經有很好的默契 而且 如果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親身去錄音室 一起去錄音的話 你會知道我講的 現場的 大家一起去創造整件事出來 那一刻 那種起雞皮的感覺 是怎樣的 當然 我們在製作這支唱片 無論是錄音 還是後期的製作 都務求 保持當時的錄音室 最真實 最現場的感覺給大家 音樂影片 其實是我們 飛了去Paris那邊做的 為什麼會選擇 芭蕾一個這麼浪漫的地方呢 當然首先是因為 歌曲很浪漫 所以 就要飛去一個大家公認 是覺得 最浪漫 最誇張了一點 但是 因為這次 都是我自己第一次去到這個芭蕾 我也覺得它真的挺浪漫的 去到一個浪漫的地方 配合一些浪漫的歌 當然也是因為 加入了 新的公司 公司可以給到一個 這麼好的支持 之前其實也有 不少人 親身捉住我的鼻子 跟我抱怨 你本身人是不是這麼醜 為什麼你 CD裡面 只有封面相 或者裡面只有一兩張 你的相片 而沒有說 可以多一點 豐富一點 不同的感覺 關於你的相片 這支碟裡面 除了會有一個 我覺得挺漂亮的小冊子 會有多一點 關於我去巴黎郵寄的相片 另外也會附送這個DVD 所以 你會不停地看到我 除了聽到我的聲音 沒有 你會不停地看到我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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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Target 你會有什麼 輪淡 也會躺到 不停地網吧 振长